就好你哦 就好你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每一次的人在家 在台中互联的大学生活 你们都会听到 人人做环保 一声感兴奋 还会看到一位八十岁阿嬷 带着环保车在家回收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杨检雪华阿嬷 过去她是一间甘马店的老妻娘 因为了解到做环保的重要 我一定会把甘马店 管出来做环保车 带动兄弟到天来参加 我们现在就快来看 雪华阿嬷的故事 我一定会把甘马店借过 准备放一点 这边还没放 放一锥 放一锥就没用了 没来放一锥 放一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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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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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妳說早期,妳都用南瓜喔? 都在那邊,拍照片就好 那整個南瓜這樣洗喔? 還是洗到這裡 這幾年要在改用車? 對,這裡不太老了 那是三個老的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看過 難過了 到那時候 要去 要去收草 要去採用草花 去掃草 很困難 吃草當然吃薄 我也是甘願啊 甘願說這樣 還要賺錢像人要拚 我今天做這個鮮豆 我來叫他們拿蝶子 這盤蝶子還要花 我猜啊 蝶子拿一塊我來做 你非常想喝 你覺得這麼想 살 你香 unlimited 你對不對 你肯定有什麼 你們不肯定生 你夠不肯定生 你ö 得分ành 你就是要殺 這人很不簡單 因為我們是剛才做宣布的 今天去做宣布而已 他平時就在宣布展都在做 因為有時候路士都會客氣 有時候人都會客氣 他都會去整理 我們是都固定今天來做宣布 他們拜他們都會分裂 他是比我們做得比較多 對啦 都很擁心 因為他算是自己的地方 有時候看著 雜雜的看就沒關係 他就都會 不管是都去整理 不然有時候有這麼好的程序 有兩天煩惱 給我想說 天哪中情 鎂馬店 鎂馬店幾三十年 那些都要拿到 你現在幾個把它清出來做環保店 對啊 幾年有緣啦 幾年啊 對啊,我們做幾年啊 十二年 十二年 做十二年 這算老人耶 是啊 不是 轉下去 我這跳不起來 你怎麼會有啊 快點 我還沒想過 看不下去 我爹 你 Crush 是 你 阿嬤,你平常都自己騎車出來嗎? 對啊 正經坐,叫另外一個師匠來坐 我把雞子帶走 到那裡 到那裡有幾天 我叫鞋子 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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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雞子打開 neighbourhood 那我姐 太空包的 弄火包的 在這裡 咱們家裡 我剛才來過 咱們家裡了 現在太外甘了一條 人家裡 看著人家在大天 人家不說 你帶這麼多的 今年就這麼多了 自己的地 我们都出来偷偷而已 有些偷偷的照片才会回来 撒到时候回来 没有人偷偷也偷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的社区可能也是已经走向高龄化 年龄层都比较高 然后我们的社区现在也是办理很多的活动 之前有广播热林 热林这块可能这些老人家就出来 白天子女都不在就出来有志工带领他们 写唱歌或是跳舞什么的 然后我们村里面又有环保志工这一块 然后现在又有搭环保的这一块 大家都做得很开心 他拿回收 我早就听他们在讲说拿回收拿欢喜 礼拜一在分类的时候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在那边就一起做那些工作 他们在分享一些事情也是很开心的 也听到我们的那些老菩萨都说 他们出来做了环保以后 你的身心啊 家里来的认同孩子子女孙子 好像都越来越平安越快乐 我们是希望说其实环保是大家的事情 应该是说你家里收集好了之后 直接拿到环保债 那不要让这个年纪这么大的阿嬷 然后还要到你们家里去债这些 其实是想念说大家一起来做啦 对这不是只有少数人的事情这样子 可是妈妈还是没办法 对 听到了就已经 电话一接 然后就骑着摩托车就呼呼就过去了 那我们早上他还特别绕路不敢走你们前面 对对对对 他知道我们的路线 对 然后他就会绕路 然后不让我们看到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也会装作没看到 他也是摩托车就骑过去了 对啊 其实是 大家也有一个默契啊 知道他也喜欢做 那因为他的时间他可以很弹性的运用 其实我们也是鼓励他做啦 只是说自己的身体可能也是要照顾好啦 这是前提 对啊 因为有时候做一做年纪大了就会说 哎呦我哪里痛哪里不舒服 对啊 对啊 其实要实在能力自己能力发挥里面 对啊 我们也说我身体能力发挥里面 当然你让他看了 那他就有一个胸的关系 然后如果胸脚之后 人家就感觉就会很紧张 就会比较无法 不差呢 对啊 现在这胸脚的胸脚的胸脚的胸脚 他说要胸脚的胸脚 我才看他怎么去煮过那样酸 煮三个鸡 煮到就很好 他就会煮到的 然后把胸脚的胸脚 现在就这样 这样慢慢的胸脚 哈哈哈哈 你会这么多啊 正经如果不胸脚才会发生啊 哈哈 够一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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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较 我妈真的不计较 那当然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说 有时候退步海阔天空 以前就是 不要跟人家教这样啦 可以过就好了 事实上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妇女 那 我们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 我怎么会不计较你家的水排到我这里 然后把我淹成这样 或垃圾飘过来 没有那个不计较 可是她从小就给我这种感觉 那现在应该这样讲很多事 凡事都是退步 都是海过天空 我会这样解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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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阿嬷 人家车转回来就去回收喔 对啊 人家就说我都打不打手 没对 我都打不打手 我就去打 没人要打 像那个 第一个人钓在那里 如果钉都让我去拿 所以这也算你的 我会这么紧 哈哈哈哈 阿嬷 没人帮我去拿 那就给人家车转回来 你问我 阿嬷 我比较少人更忙吗 是 我比较少人更忙吗 我再来到旁边 没了 比较少人更忙 老大 比较少人去 这都要去30年 那我还可以再来 好好好 我现在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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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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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